大家好 又來到每日新聞簡報 我是B.Brenda 可以坐擁幾個物業 然後韌韌腳收租過日子 可能是很多人的夢想 不過要達成這個美夢 就要努力工作 買幾層樓握手才行 但是俗語有云 世事無絕對 就算手持零個物業 都可以好像大業主那樣 每個月收過百萬房租 究竟這個是都市神話 還是真有其事? 美國就有一名21歲的女網紅 告訴你可以夢想成真 近日她在社交平台發片分享 她透過Airbnb租上租的方法 每個月就可以收取到 過百萬港元房租 這件事引發了很多人好奇和討論 但是另一邊商地小人多的香港 住屋需求日趨緊張 最新發表的施政報告 針對這方面又有什麼計劃呢? 今天我們一齊來看看這宗新聞 大家好 又來到每日新聞簡報 我是B.Brenda 正式開始之前 邀請大家Like 了這條片 Subscribe 我的Channel 亦都可以Follow 我的社交網站平台 包括Instagram 還有Facebook 我們一有新的訊息 還有不同的節目內容 都會第一時間跟大家分享 當然鼓勵大家 亦都可以留言給我 令我更進一步 好像上一條片那樣 有些錯字或者有些報料 都可以告訴我 讓我可以多加留意 令到節目的質素 亦都得以提升 說回今日這宗新聞 因為和錢有關 所以大家要落足以力 聽聽自己能否做到 美國有一名網紅 儘管他的名下沒有任何房產 即是他是沒有樓人士 但他仍然可以每個月 收取高達18萬美元 即是140萬港元左右的房租 到底他是怎樣做到的? 他都非常慷慨 分享了自己的方法 首先他租了50套不屬於自己的房產 即是他用租客的身份 就在市場上租了50間屋 之後就靠Airbnb把這些屋租給一些旅客 又或者留學生等等的短期租客 從中就可以賺取差價 這個模式和生意方法可以說是無本生利 所以他一放上網之後就引來熱議 這個網紅的名叫Hally Anderson 他在TikTok非常活躍 他是靠一種叫Airbnb的套利方式賺錢 簡單直接這樣說就是租上租 如果大家不知道什麼是Airbnb 都讓我去簡單解釋一下 Airbnb是成立於2008年 所以至今已經運行了差不多20年了 是一個專門出租民宿或者短期租住的網站 哪些人會找Airbnb呢? 多數就是旅客或者學生 例如我想去日本旅行的時候 都會去Airbnb看看有沒有漂亮的民宿 和預約酒店是一模一樣的概念 你可以根據目的地 選擇入住的日期 還有地區或者設施等等作出選擇 Airbnb比酒店優勝的地方 除了價錢比較便宜之外 就是有一種加的感覺 都適合一大班人去住 例如我約了兩個家庭一起去旅行的時候 人數比較多 如果住Airbnb 就可以好像一家人一起住一樣 加上有很多業主都很有心思 在出租之前都會刻意粉飾一下 或者製造一些打卡位 所以近年Airbnb都大受歡迎 成為共享經濟發展的代表之一 說回這名網紅Anderson 他租了一個單位回來之後 都會進行簡單的粉飾 為單位增值 自然就吸引更加多人有興趣租住 而且遊客多數都是會 每天每天都租用的 單日去計算 利潤就自然較為豐厚 正是靠賺差額都夠和味了 網紅Anderson又說 他兩年前就在 在澳斯丁一棟住宅大廈裡面 一共租了三個單位 一開始就靠他來起步事業 當時他花了幾個星期精心佈置單位 又拍了很多美照 擺上Airbnb那裡 果然很快就成功以更高價錢租出 賺了錢之後 資本大了 就向其他業主租更加多的單位 在給房東的租金方面 就要用大約10萬元美金 所以實際代入袋的就是8萬元美金 都有62萬港幣 雖然看起來 租金所佔的成本佔了很大很大的比例 但以一個生意角度來說 如果可以做到40%的利潤 都可以說十分不得了 大家不要忘記 這位網紅Anderson 他本來不是業主 轉一轉手便可以賺到豐厚收入 果然是商业奇才 作为网红又年轻的他 当然有意开办网上课程去赚钱 而他的线上课程最高还收到2000美元 即是港元15500元 是教人怎样经营Airbnb套利的方式 包括找房源 怎样布置单位 也要教大家怎样看租药 掌握里面的细节等等关键技巧 但能否一听完课程就成功 就要看大家的聪明才智 而且亦好看机遇 像Anderson那样 他已经早着先机 在市场里面穩佔了占有率 而且他在盐湖城或者奥斯汀等等 已经拥有这么多房源 如果真是想做的话 都要考虑下其他地方 一来都是最基本的供求问题 如果那里已经有这么多房的话 我当然不会跟他争 第二亦都要看下合不合法 虽然这个方式在当地就没有明确受到法律规管 但当然也有很多反对声音 不少人认为 像Anderson那样的人 长期在房屋市场里面租了一大堆单位 无形中就会炒高了 令到租金上涨 使得一般用家 真是想租个单位自住的人 就会更加大压力 同时美国新闻网站Business Insider 指出 曾经都有人做相同的生意 但这个人就没有Anderson那么细心了 他没有跟房东签订任何允许转租的租药 还要利用疫情期间 政府的保护措施 1元房租都没有给 事后就被指因为欺诈房东 而判处4年多监禁 不过报道又说 自从2019年开始 美国50个最大的城市 当中有44个城市的租金增长速度 已经超过工资增长了 不过人工追不上物价和通胀的情形 就不单止是美国 香港一样有这个情况 刚刚2024年10月16日 腾政长官李家超就宣读了第三份施政报告 今次重点严厉打击滥用公屋 房委会在明年将会推出奖励计划 如果督灰滥用公屋的话 可以有奖金 如果有证据 可以令政府成功收回单位 举报人士可以得到3000元奖励 刚刚过去的两年 严打之后已经收回5000个公屋单位 都可以说相等于一条中型屋邨这么多户数 除了折留之外 开源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建设新的公屋 都是今次施政报告的另一重点 政府也落力扭转公屋落成量 在2022年推出了3万个简约公屋单位 明年起会陆续落成 连同简约公屋在内 未来5年 公营房屋的供应量将会达到 18万9千伙 与今届任期落成量比较 续续增加了80% 众所周知 排公屋需要很长时间 报告指出 公屋的轮后时间 高峰期就要达到6.1年 但预计去到2026至2027年 将会降至4.5年 不知今次施政报告的内容 大家听完又满不满意呢? 其实住屋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香港地租金高昂 就算租个床位租一个很小的板间房 都要去到3-4千元 希望施政报告中的方案 真是可以顺利推行 令到更多人可以用较为廉价的 价钱可以安居落叶 今集的节目就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频道 给个like我 subscribe我的channel 也可以follow我的社交网站平台 我们下次节目和直播再见 拜拜